本次事故的原因现已查明,共发现嫌疑人两名,神城科技正在全程范围内对其进行搜查。请各位市民立刻回到家中,不要外出。另外,一旦发现可疑人员,请您及时向神城科技举报。我们会以悬赏金。 他和在下一样,正在为全程通缉,那么他一定不可能会返回市中心。考虑到他的目的,他很有可能是从北侧的出口,直接离开了天穹城。不会就这样让你逃走的,还可。 诶,很快。忍者。 呼,伸手就要。你这人还真是有够耿直。 那你想怎样?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,忍者。 交易? 对,交易。公平的以物易物。 不过,我得先确认你身上是不是真的有我想要的东西。 忍者,你和这东西一样,都是从光幕外的世界来的,对吧? 你为何会知道这些? 哼,原因可太多了。 和你交手两次,我能确认你全身上下,没有进行过一处一体改造,是完全的肉身。 可你在战斗中使用的那些技巧,又绝对不是没有任何装备辅助的人类能够做到的。 你很强,强到不可能在天穹城中一点名声都没有,但你确实就没有。 别说名声了,哪怕是一条关于你的信息都不存在。 换句话说,这次事件之前,你根本就不存在于这个城市。 而关于你的目的,也就是这颗光幕的能量核心。 在核心控制室的时候,你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。 你说,那座设施本身,即是用来增幅和扩散这颗核心内部能量的装置。 但,你不觉得很奇怪吗? 它所拥有的能量,明明足以用来生成光幕那么离谱的玩意儿。 可当我把它拿在手心里的时候,我却什么都感受不到。 就好像,那些能量根本就不存在于这里一样。 和你,还有我,它和我们很像,对不对? 你能随意操纵那些诡异的雷电,而我,能随手投影出这些枪械和无人机。 它们,本来也都不存在于这里。 你,我,还有这颗核心,我们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, 暂时把某些东西借到这个世界来了一样。 而你,忍者,你还能更进一步。 你可以把你自己,也从另一个世界,送到这个世界来,对吗? 你想要的,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吗? 骇客。 是。 但是,我可以把光木的核心交给你。 但作为交换,带我去你的世界吧,忍者。 在下的,世界。 我之前的目标,到达光木之外的世界,在刚才就已经完成了。 但,怎么说呢? 在看到天球城外这片空无一物的荒原时,我其实挺失望的。 这里简直就像是世界的边界一样,一望无际,但有什么都没有。 当然,对过去的我来说,即使是这样的荒原,应该也能让我兴奋好几天。 但现在不一样了,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目标,那就是你。 神正,我想去你的世界,在这个世界之外的,另一个世界之外的…… 不可能。 蛤?为什么? 因为在下做不到。 因为在下做不到。 做不到? 我呗,神正,你这能力该不会是能来不能回吧? 学技能倒是学权了呀,呗。 在下自然有办法回,但没办法带上你。 哦,我明白了,那也就是说,交易告吹咯。 哎呀,这下该怎么办呢? 随身带着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也挺危险的。 既然你也不想要,那要不还是毁了算了? 无聊的虚张声势还是免了吧,骇客。 哦……你以为我是在吓唬你吗? 你对他仍心存好奇,所以……你绝对不会就这样毁掉他。 哼,那你可能得换个思路这么想。 我也许更好奇当他碎掉时,你那张面具下面会是什么表情。 在下什么表情都不会有,因为你绝对不会那么做。 哼,那要不,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 请便。 哼,没劲。 算了,你说得对,我确实还想再研究研究这玩意儿。 幻影声弄坏了还挺麻烦的。 那么就此别过,有缘再见,拜。 等等,骇客。 哼,你还想干嘛?明巧吗? 我倒是也不介意再和你打一架。 在下没办法带你离开。 但,在下可以告诉你离开的方法。 你这家伙的脑回路能不能不要这么直啊? 早点说服就行了吗?害我还得演这么一出。 你并没有问在下如何才能离开这个世界。 我…… 而且,这也并非是万全的办法。 你很可能失败,你很可能会死。 什么意思? 你将要去到的地方并不是世界之外的世界, 而是世界之间的缝隙。 你将如坠入大海的花瓣一半,在世界的缝隙之间漂泊。 至于你能否抵达另一个世界, 那就只能看你的运气了。 还可。 看不出来你说话还带点失忆。 是别人交在下的。 不过,就算你这么说了, 但既然你能在那活蹦乱跳地生存下来, 那我也一定可以。 而且,这么刺激的冒险, 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话, 那是不是也太没意思了一点? 等你后悔的时候, 莫要埋怨在下。 后悔? 我唯一可能后悔的, 就是后悔自己没有去尝试过。 那么,就说来听听吧, 能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, 那个方法。 以上,便是此次任务所需汇报的全部内容。 任务结束。 辛苦了,夏。 。 你似乎还无法享受。 是, 在下不明白, 你在中途变更行动计划的理由。 因为它是特别的。 你应该也已经意识到了, 它所拥有的那种能力, 其本质究竟是什么。 嗯。 它已经拥有了钥匙。 它只是不知道那扇门在哪里, 也不知道自己能去打开那扇门。 它所需要的, 就是一点点的引导。 但在在下看来, 这不过是多次一举罢了。 要达成你的目的, 在下还有许多更为简单的方法。 没有必要绕这么远的弯路。 夏。 太过直线式的想法, 往往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。 为了达成我们的目的, 绕远路。 有时反而可能是一种结界。 无法理解。 但在下相信, 你做出的判断仍是正确的。 不,夏。 我也会犯错。 而且我已经犯了许多的错误。 所以我才会需要你们, 来阻止我犯下更大的错误。 希望不会有, 在下需要因此而对你挥刀的那一天。 但愿如此吧。 总之, 在下来, 同向未来的又一颗种子, 现在也已经被种下了。 Bronny小姐毫不怀疑地相信, 她是以自己的意志, 冲破了暴露, 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而我们, 也成功回收了, 这个世界后中的影态起点。 皆大欢喜的结局, 不是吗? 不, 任务而已。 对在下来说并无分别。 你只需要告诉在下, 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就可以了。 我希望你能去协助Delta, 完成她接下来的任务。 锚点坐标稍后就会发给你。 准备好了, 就直接去那边和她会合吧。 在下并不认为, 自己能够给Delta阁下任何协助。 她的战斗方式并不适合与人并肩作战, 而且她的实力, 也远在在下之上。 我知道, 但人都是有弱点的。 下, Delta的实力自然是无庸置疑, 可她也有着自己的弱点。 尽管微小, 却也足够将她击溃。 幸运的是, 会成为Delta弱点的东西。 并不会成为你的弱点。 在下雨吧。 周年女途愉快, 下雨。